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第五人格小女孩曾经是目的女郎 在第五人格内测时期的游戏中 有一个叫目的女郎的角色 她的样子和早期小姑娘形态的小女孩 长得一模一样 其实这也是小女孩早期的样子 只不过名字叫目的女郎 对于剧情的揭秘太过明显了 大家都知道 剧情中说 小女孩在庄园失踪了 而庄园到处可见有墓碑 墓地 如果安排一个目的女郎的角色 大部分玩家一听这名字 就会联想到失踪的小女孩 可能已经不在人间了 毕竟和目的相关 死亡暗示过于明显 所以后来目的女郎这个角色没出现 但是在早期第五人格的游戏中 目的女郎的轮廓 多次出现在游戏中 我们会在柜子里 看到小女孩的轮廓 虽然这些彩蛋 后来都被取消了 不过在不归零中 依然能找到 六岁形态小女孩的轮廓 在侦探查案的剧情宣传片中 也会出现 小女孩灵体轮廓 给侦探引路的画面 这些灵异设计的彩蛋 起源可以追溯到目的女郎的时期 第四 第五人格小女孩 是邦邦的梦中情人 第五人格游戏有关宣的CP 也有许多玩家喜欢的同仁 CP 还有一些是隐藏在剧情中 需要通过线索解密 和推测出的隐藏性 CP 关宣的CP 如病患和心理学家 剧情解密中发现的CP 如小丑和舞女 同仁的CP就很多了 玩家怎么喜欢就怎么来 而小女孩和邦邦 属于剧情解密中 发现的隐藏性的CP 邦邦是因为小女孩 所以才有了邦邦这个名字 而且 邦邦因为小女孩 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不论封眼如何改写邦邦的程序 邦邦始终不会忘记 小女孩给她的名字 可见在这个机械人的机械心脏中 已经深深地烙印上了小女孩 这是多么深的爱啊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鬼 可还带着土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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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